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别也以往的是 这场跨年活动是以邀请嘉宾方式进行 现一千人的出席 而且是前线人员优先 为了保护出席者的安危 大会也将全程坚守标准作业程序 今年的倒数活动将会是沙拉月有史以来准备最大型的表演舞台 有夜队演奏 舞蹈 唱歌 交响音乐和动画演出等 主办单位也荣幸邀请到来自沙拉月的本地歌手达阳努法一家前来演出 无法清理现场的民众也可透过TVS和乌盖斯的脸书 Astro Channel 122及电台87.7频道 透过直播方式让民众一起观赏 现在这则新闻可以说是为三马莲的居民烧来了好消息 政府当局正在落实三马莲一带的道路提升工程 让当地居民可以享有更好的道路设施 沙首长署助理部长法律州及联邦关系及工程监督拿都沙利花哈希达表示 这项工程已经在本月14号开始动工 预料可在两个月竣工 由北市市政局负责协调的工程耗资约300万令吉 沙马莲道路提升工程设计了 干板沙马莲巴都 干板沙马莲平齐和本塔拉路一带的重铺道路例清项目 同时也包括了在苏丹登亚路靠近沙马莲的伊斯兰牧原一带 执行排水系统的工程 大马高等教育基金局放映今年国家教育储备计划SSPN的存款能够达到15亿令吉 而截至11月30号数额已经达到了13亿令吉 主席旺塞夫表示 虽然目前还未达标 但有关的存额已经是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3% 高等教育基金局主席旺塞夫表示 去年同期国家储蓄计划的存款有8亿令吉 而今年却达到13亿令吉 明显增长了63% 此外 他还说 截至今年11月30号 新开户头高达38万5288个 相比起所设下的目标 进度达到96.32% 因此他预料 通过各种宣传和推广 明年开设新户头的人数会持续增加 同时也呼吁父母抓紧机会 为了孩子的前途参与储蓄计划 国家教育储蓄计划从2004年推行到现在 已经有477人开设户头 存款额达到71亿9千万令吉 不仅如此 他也表示 国家储蓄计划所提供的利率始终具有竞争力 而去年的派息率是4% 这些获利必须以民分享 让人民也能因此受贿 欢迎回来继续带你看新闻 英国脱欧过渡期将在今天结束 随着英国和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 让英国在正式脱欧后保留不受关税和配额限制 进入欧盟的单一市场 欧盟成员国临时批准欧盟与英国贸易合作协议 将在明年元旦起生效 让英国有协议脱欧迈进一步 27个成员的代表在布鲁塞尔开会 欧盟轮任主席国德国的发言人费舍尔在会后表示 各成员国一致批准贸易协议至明年1月1号临时生效 此项决定是为了要避免英国脱欧购渡期戒码后 可能出现的贸易混乱 经过这一系列程序 明年元旦英国脱离欧盟单一市场后 欧盟与英国的无关税贸易渴望延续 英国公布与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内容 协议包括一份1246页的贸易协议 内容涵盖贸易、核能源、交换机密信息的机制等等 美国后任总统拜登将在明年1月20号 宣示成为美国新一任的总统 如今他的团队阵容也陆续揭晓 拜登提名希克斯担任副国防部长 如果获得参议院同意 希克斯将会成为第一位任职这个职位的女性 也将成为第一位任职五角大楼第二高位的女性 获得拜登提名成为美国副国防部长的希克斯 现在担任拜登五角大楼交接团队的领导人 他曾经在前总统奥巴马任内在国防部任职 目前在华府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服务 而在较早前 拜登已经提名退役四星上将 奥斯丁成为国防部长的人选 如果同样获得参议院通过 他也将成为首位任职美国防长的黑人 拜登即将在明年1月20号就职 他为此还提名成为奥巴马政府服务的卡尔 担任五角大楼高官 负责政策事务的国防部次长 另外 一名交接团队官员向路投射透露 拜登会在下个星期陆续公布更多内阁人选 现在让我们来回顾2020年这一年的事迹 2020年被称为是动荡的一年 其中最受全球瞩目的就是新冠肺炎 新冠病毒从中国湖北省武汉市开始被发现 短短三个月内在全球扩散 它不仅威胁人类的健康 更打击了全球的经济活动 全世界的科学家和医疗专才 无时无刻都在研究 化验 希望能尽快找到解药 让这起全球大流行得以中断 疫情打击的不仅是经济 还有人类的生活习惯 日常作息都被逼调整 来适应病毒带来的破坏 截至2020年12月 冠病疫情持续在全世界蔓延 影响了190个国家 造成7000万人感染 超过150万人死亡 2020年8月4日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 发生剧烈爆炸 导致200人死亡 6000多人受伤 并且导致30万人无家可归 黎巴嫩调查发现 爆炸是由藏区存放在港口的 酵酸案所引发 受到大爆炸引发的示威活动 黎巴嫩政府宣布解散内阁 而总理哈桑迪亚普也宣布辞职 美国第59届总统选举 现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输给了他的竞争对手 乔·拜登 拜登赢得了284个席位 而特朗普只赢得了214个席位 12月14日 选举人团投票决定总统与副总统人选 投票结果确认 拜登当选第46任美国总统 2020年11月 人称一代球王 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 阿根廷巨星马拉多纳 因为心脏骤停去世 享年60岁 2020年 马来西亚政治大洗牌 西蒙沦陷 联邦政权一手 各州相继变天 第七任首相马哈迪 抛出瓷像震撼弹 西蒙政府正式走入历史 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宣布 慕尤丁获得多数议员的支持 因此霍伟任出任我国第八任首相 冠病疫情持续考验马来西亚 前线人员的付出与牺牲 遏止了冠病的扩散 因为疫情 马来西亚政府推出了各种援助 减轻子民的负担 如我们关怀援助金 生活援助金 及我亲爱的沙劳月援助金等等 而马来西亚人民的日常话题 都围绕着行动管制令 及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等等 治水问题是雪兰儿居民的梦魇 2020年 雪兰儿河水受到污染 导致几个绿水站停止运作 雪龙地区的居民深受影响 感谢收看这节的热报 也预祝您元旦快乐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